真正认识吴越是从我的前半生 里面出演的话女人玲玲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特别多的网友都对这个角色痛恨不已 但是这样的结果也从侧面 表现出了吴越高超的演技 并因这部剧获得了上海白玉兰最佳女配角的大奖 其实吴越是从上戏毕业的 从95年开始就演了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 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演技也获得了大量的好评 这次他做客一档访谈那节目 星月对话 在这里讲出了他的前半生的一些经历和感悟 却意外爆料了某知名女演员没有考上上戏 被淘汰 最后却被一个老师给捞了进去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一开始吴越的爸爸 就不同意他学表演 因为爸爸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导演编剧 都知道娱乐圈的水很深是个大染缸 把孩子带坏 因为吴越的坚持 爸爸还是很开明的同意了 后来吴越是以第一名的成绩 好上的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戏 也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他说刚进去的时候 因为自己长得不好看 所以老师被高年级的同学吐槽长相 也是特别的尴尬 前段时间吴越转发了恩师彤老师的朋友圈 这条朋友圈里讲到 我吴越在校考试不太顺的事情 在交流小品阶段 遇到了瓶颈 越来越不会忍了 甚至在甄别考试的时候 差点没及格被淘汰 老师觉得吴越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给了六十分 也给了吴越在表现的机会 才有了现在的吴越 不过也证明了老师的眼光还是比较好的 吴越特别的感谢他的老师 还爆料了上戏 曾经被老师拯救的三个人 一个是让人想不到的雷佳英 还有一个是知名女演员马亦丽 因为三个是同学 马亦丽曾经给吴越讲过 当年考上戏的时候 因为没有考上 被淘汰了 却被老师给捞了进来 才有了后面的马亦丽 虽然马亦丽是被捞回上戏的 但并不妨碍马亦丽后来的表现 现在马亦丽取得的成绩 再一次证明了老师的会 小编怎么没有遇到这样的老师呢